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户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据悉,华为,Vivo,OPPO等国产手机商都将在9月份上线新品 这无疑与新iPhone争抢用户 目前苹果已经下滑出前三的位置 甚至被国内厂商OPPO追过 今年新iPhone的这面目即将揭开 能打动消费者的还剩下什么呢 美商务部已经收到130多家美国公司的申请 要求批准这些公司向中国华为公司销售其公司产品 尽管华为否认了各种指控 但是美依然试图说服盟友将华为公司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这引发了华为的供应链芯片制造商 对损失数十亿美元销售额的担忧 有消息称马斯克还计划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首款中国制造的特斯拉Model 3 据悉Model 3在上海工厂已经进入市装阶段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家制造工厂 也是第一家由外国汽车制造商全资拥有的电动汽车工厂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北京表示 跟雷军的11亿赌约已经结束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10个亿我不要了 还想再跟雷军赌5年 小米董事长雷军回应称 可以试一下 魅族在珠海大发布升级版魅族16s pro 搭载6.2英寸FHD Plus的三星定制AMOLED屏 屏占比提升到91.53% 搭载骁龙855Plus平台 遗憾不支持5G 新Flyme 8.0系统在UI视觉做了全新的设计 带来了小窗模式2.0 超级夜景2.0等体验